那入门的这些CD播放器 在整个市场的占有率还是很高 这一台VRDS70 它可以有一个Delta Sigma的这个前级 关闭的话它就变成固定的输出 就像是一般的CD 但是你把它开启 它又可以直接变成是一个带有前级的CD播放器 各位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林音响的YouTube频道 我是Eason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介绍这个串流播放器 那其实今天Eason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过去其实CD主宰很长的一段时间 近年来这个CD唱片购买的管道 在网路上或在实力店 现在仍然是有的 不过这样的购买过程 还是没有办法像串流这么便利 可是对于一个长期 就是用CD经验的人来讲的话 我想串流对它所产生的吸引力 也不是挺大的 今天就跟大家来聊聊 有关于这个CD播放器 这些厂商也是仍然在制造这些CD播放器 我记得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CD跟串流的对决 有兴趣的可以看那支影片 上次那一集是针对比较发烧的观念 去跟大家讲述就是 现在串流已经做得够好了 拥有大量CD的人 它本身要换到串流 其实这样的机率并不大 今天我们讲这个主题是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在市面上其实很多的品牌都持续有在供应 这些CD播放器 像我们中间这一台就是我们的Tiak 就是我们Exoteric的母公司 这一台是VR-DS701 算是他们第二个比较高阶的CD播放器 然后还有一个ZV-0 他们推出的是算经典款的提供给一般入门的人 一个很好的选择 以及我们长期在CD上耕耘的 就是我们的日本品牌Mihans 在整个系列上也有提供高阶的有SA CD 那入门的这些CD播放器 在整个市场的占有率还是很高 那我们今天特别找这三台 来跟大家足以的说明 那你要怎么样去挑 怎么样去选 那首先呢 其实在CD这一块市场上面 过去我们会碰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CD使用到一段时间之后的 雷射管会老化 CD就开始损坏 那当然早期的CD跟现在的CD 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 那过去Eason也跟大家讲过 或者说所谓的DAC的部分 CD的概念就是 把DAC跟CD转盘做在一起 就变成是一个CD播放器 我们ZBL这一款 这个CD350或者是Mihans这个CD60 相对来讲 这两款都是算是在5万块以下 比较入门的价格带 像他们本身就不会额外再去做一些 算是数位转类比的部分 因为其实你比较平价的这种播放器 它要负担的成本 包括它的转盘跟DA的部分 所以通常他们的输出界面 除了类比的输出以外 那顶多就是会再多一个同轴跟光纤的输出 你的单价压的比较低 在整个DA转换的部分 可能它的电路没有办法做得很好 所以因此它会特别在设计一个同轴跟光纤的输出 听这两台CD的时候 我觉得声音不好的时候 那我怎么办 提供给大家一个建议的方式 就是你再买一台DAC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通过一条同轴线或数位线来去做一个升级 之前我们开箱过了Live的这个DAC 这个是它的背面 它这边就有一个同轴的这个输入 那这个同轴输入呢 从这个我们的CD播放器这边 把这个数位的讯号接到这个同轴输入之后 等同之说我不用它内部的这个CD 数位转类比的讯号 透过这个外面的这个DAC 提升你的音质 Live这一台DAC它的售价是接近9万块 那这个CD播放器也才3万多块 相对来讲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外部的DAC 去提升的音质 那等同这一台CD就是一个转盘 MARANZ CD-EOS也是如此 把它当成是一个数位的转盘 然后不用它的内部的数位类比转盘器 像TIAC这一台的话 等级就比较高 而且它还有带一个音控的一个前级的部分 如果说你要再买一个Live的DAC 这样去接的话 其实就变得有点意义不大 除非等级更高 那这一台就是TIAC它比较高级的CD 所以它的后面的介面 它就是有光纤跟同轴的输入 它也有数位的同轴跟光纤的输出 那比较特别是说 它这边也有提供USB的DAC USB DAC它是用C-Type的方式 大部分都会采用V-Type 这台比较特别它采用的是C-Type 假设你用数位转盘也好 或电脑输出给它 那为什么它要这样设计 那就是说本身它的DA的部分做得很好 那我就可以透过我的数位转盘 也就是说我的电脑也好 或是Rune Call的USB的 还有数位的输出 要送到这一台 透过它内部的这个数位类比转盘器去输出 那等同是什么这一台虽然它可以播放CD 但是同时它又带有DAC的功能 所以我们就说它是一个CD 然后又带有DAC的一个播放器 另外它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功能 就是它有带前级 那一般这种CD它是固定音量 它没有办法去控制音量大小声 那这一台VRDS701 它可以有一个Delta Sigma的这个前级 关闭的话它就变成固定的输出 就像是一般的CD 但是你把它开启它又可以直接变成是一个 带有前级的CD播放器 所以它前面有个旋游可以控制音量 跟一般的产品以后有一些差距说 它可以直接驱动后级 就一台CD然后再加一台后级 这样就可以停了 它这个设计非常的聪明 而且非常的实用 让用家可以做一个灵活的运用 但相对来讲售价就接近10万块 它的单价上会比较高 这三台都是10万块以内的这个CD播放器 让大家知道说 CD播放器它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的存在 所以跟以往以前的CD有点不太一样 大家都会一直停留在说 以前CD播放器它就是可以播 又不能做前级 像这一台就非常特别 它可以做前级 然后另外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其实CD它算是最稳定的 那长期有在看我们频道的人会觉得 用串流的部分要用Hub 要用Room Core 还要在乎这个网路线 还有这些零零种种的 不同的器材所产生出来的 这些声音互相影响 还要加什么线性电源 那一开始要接触音响的人 心里面会觉得犯低估说 弄一堆东西才能够听 相对来讲CD其实就简单做 就一台通电上去找一条电源线跟驯号线 接到你的扩大机 就可以驱动你的喇叭 让大家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 而且整个声音的稳定性跟品质的稳定性上 都有一定的水准 现在的CD透过一些不同的设计 把它的输出的部分 跟输出的部分做一些调整 高阶的机器也有这样的做法产生 包括我们先前跟大家介绍过的 像Exoteric的K05、K01XD 这一种它们本身就是都有 带有外部DA 可以输入这个数位讯号给它 输入光线或铜轴或是USB的讯号 甚至Clark还可以做一个升级 Tiak VRDS701 它有一个Clark in 可以透过自家的这个Clark 或外面的同样的是75Ω的这个Clark 送给它来做一个时钟的升级 让这个声音的讯号更为稳定 声音音质提升 清晰度跟整个声音的质感提升 除此之外呢 还有就是大家最在意的就是 你用串流档案 会有一些格式上面的压缩的问题 那当然CD就是当时要在发展串流的时候 都是以CD的格式作为一个基础 所以基本上它的格式也算是最稳定的大家通用 而且音质上跟整个产品 声音的整个规格上是最稳定的 而且是保证能够提供好的音质的一个音乐载体 DSD的部分如果以CD来讲的话 它们叫SA CD 是算比较超级CD的部分 那当然这一块的部分是当年Sony跟Philip开发的技术 市面上发行SA CD的数量 也是要看发行的唱片公司 他愿不愿意去制作这个SA CD的部分 坦白讲在市面上的数量也没有很多 当然以Exoteric来讲 它们是一个长期推广这个SA CD的 因为它们都有自己的录音室 跟可以产出这个母带级的这个输出 所以他们自己也在发行一些黑胶唱片 所以在整体的发行上面 他们有在进行这一块的制作 那除了没有压缩时针以外 那当然CD也是可以作为一个个人的收藏 感觉上比较不会说听串点 好像没有看到什么唱片的感觉 对于有这种收藏的癖好的人来讲 也是一种习惯 那当然CD播放器不是只有这10万块内 它还有更高价的20万30万 甚至百来万的这些顶尖的机器 这个部分我会觉得说 10万块以下的CD 你可以放心的使用 如果说你的设备50万以内的 我觉得用这10万块以下的CD 都是一个非常好用 而且很稳定的工作 如果说你想要往串流的方向走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尝试考虑 像用我们这个Tiago VRDS-701的CD 它有兼顾到这个串流的功能的部分 所以它可以把外部的这个数位讯号拉进来 然后还有戴耳前级的部分 现在这种CD播放器的存在也越来越多 尤其是在高价的这一块也做得非常多 包括自家的顶级的牌子像Esoteric 它的K05X1D跟K01XD 还有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的像T Plus A HV系列 它也有SACD跟CD跟DAC跟数位串流 跟千级结合在一起的播放器 那有兴趣的话 像我们之前开箱的MP3100HV 还有这个PSD3100HV 这两个分别不同 一个是有SACD的 一个是没有SACD的这个数位串流播放器 它们都用这样的方式存在 所以也是把CD纳进来 甚至我们先前开箱的这个T Plus A的R2500R 它串流扩大机还内建一个CD播放器 CD跟串流这个部分 大家混着用来讲的话 也越来越多人能够接受这样子 毕竟串流其实它是方便的 我个人是会觉得说我自己听串流 可能这个串流的音乐很好听 那我会再去买这个CD的实体唱片 甚至买黑胶唱片 这个也是每个人使用方式的经验 那我个人是也有收藏的习惯 简单讲就是混打啦 这三种东西我都有在听 都有在做使用 所以基本上也不是说谁干掉谁啦 我只能够讲是说 这是根据每个人使用的习惯 那这些市场也会一直都存在 我相信CD也会一直都存在 它不会消失了 还是有人持有大量的CD唱片 他还要继续听 所以相信还是有这些品牌 持续的在制造这个CD播放器 像我们ZBO这个CD350 他就有出这个评价 让这些算是入门的用家来做一个参考 然后Tiak这个也是希望它 因此再好一点 更有一些串流的功能 可以做一些搭配的话 那马杆子一样 它就是过去有曾经 使用过马杆子CD的 对它产生的信赖感 还是持续的会再沿用它这样的品牌 所以每一个品牌在CD这一块 也是都没有说完全放弃啦 那最后呢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还是很多人会用CD CD它不会消失 然后现在也持续有在生产这个CD播放器 高价位带低价位带的 都有这样的产品 你也可以持续来运用 那如果说你想要进入到串流的话 那也有进士这种可以提供给串流外部输的方式 以现金来讲的话 CD虽然不是现在的这个主流的市场 但是它仍然占有一部分很重要的份额 如果说影片前面的观众朋友 你觉得怕麻烦 然后你加了老旧的系统 想要再运用的话 那你可以重新再买新的CD 而且新的CD的好处是 它的解析度也会比过去的 这些老旧的这些CD唱盘的声音还要好 那当然回顾不到一个重点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因为毕竟还是有等级的差别 医生过去也曾经测试过那种 S-Terry在2000年 大概20几年前出的旗舰 听起来都不及现金的K05 那这个是一个成长的历程 那代表这个CD还是有很大的进步 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就是它里面的DAC的进步 所以说我们把CD跟DAC这两个东西 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CD播放器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分别拆开来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就是你可以外接 便宜的可以外接一台DAC 来让我们做一个声音的升级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价格带 其实要入门也好 或是你要发烧也好 都有各式各样对应的器材 提供给大家来使用 尤其是在CD播放器的这一块 那谢谢大家观赏 那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欢迎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们下午我们下期见吧